出席Computex被媒体团团包围 关注复议案的准备进度 行政院长卓榮泰上午宣布 将对立法院职权行施法及刑法修法提出复议 我们依照宪法赋予行政院宪政机关的权责 我们行使宪法的权利 我们也同时要向全国人民说 我们就是在维护宪法 在捍卫宪法 而且捍卫的是一般人民的权利 国会是民主的象征 然而这次立法院职权行施法的修法过程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总统会以国家发展 以及民主的价值全盘并审慎考量 肩负起民主宪政守护者的责任 对于执政党的表态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周傅昆琪也做出回应 我们不了解卓榮泰卓院长 这是立法院的职权行施法 跟行政院不晓得有什么直接的一台关系 提出这样的一个完全无理头的一个复议案 我也要特别请卓榮泰院长三思 国民党对于行政院要提出复议案 表达不满 但民间及专家的担忧是直接指向法案违宪 及侵害人民权利 如果国民党跟民众党委员继续铁板一块 知错不能敢 我相信选民会记得这件事情 违宪的法律 大法官是可以宣告他失效的 如果本案复议案的结果是维持原决议 那我们还是呼吁 不管总统府行政院或者是民进党立法院党团 应该要申请释宪 复议案成请总统合可后 立法院要在收案后的15天内做成决议 而朝野对立持续升温 外界关心蓝白两党是否有可能 对行政院长提出不信任案 对此民进党团总召科建民表示 欢迎蓝白提不信任案 届时就实质倒戈解散国会 新唐人鸭的电视连家围红烟林 台湾台北报导